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这是一个寻常下午 我为了这两只小猫咪吃晚饭 没错,这只橘猫吃的是这只小梨花猫的剩饭 因为它没有这只小梨花猫可爱 也没有这只小梨花猫黏人 所以我一般都会先喂这只梨花猫 一直围着我转,蹭来蹭去的,看来是还想吃 你看看它多么的可爱 就是刚刚生完孩子 脖子上有点凸了 这个时候呢,这个大菊又凑过来了 看来是想再淘点吃的 但是我们的小梨花怎么会给它机会呢? 真可爱 趁这个梨花猫去吃的时候呢 这个橘子也开始蹭我了 这个橘子它尿了 很长时间 很长时间 昨天让它用很长时间 感谢观看